春节即将到来为疏解民众春节返乡订票之苦 台铁局首都推出春节订票效能版网页 在开放春节订票的尖峰时间 暂时关闭官网订票以外的其他功能 以提升系统订票效能 在2号临时起正式上路 开放花东线春节输运期间网路订票 前10分钟就完成11万比22万余张的订票记录 我们这次有特别推出了一个 春节订票的效能版网页 那这个网页就是在这一次的订票 在前10分钟就已经有达到了11万比 那将近22万张的订票 那运作过程非常的顺畅 台铁局表示这次花东线有9成5 是使用效能版网路订票 比以往上次中秋节以及国庆日廉价 有提高两倍的订票成交数量 目前台北网花东22号中午12点到 23号晚上8点以前的长途自强号座位已售完 中短途自强号及举光号还有余票 台铁局表示西部干线春节车票预计1月3号临时起 开放预订队号列车乘车票 另外花东实名制车票则是从1月4号临时开放订票 原是新冠笔令把诈台北市采访报导 结束任由于新冠笔令1号列车票 入行号列车票 50-90临时起码 打到1月3号临时起码 我的课长号码